《净土十一论》 我们继续讲《净土十一论》 第十一 以前已经讲过一点点 上次已经讲过一点点 凡夫淫心不断 如何修行仪 就是有人问智者大师 我们凡夫有淫的心 我们在欲界里面有淫心 我们这个淫心不断 那么我们怎么可以修行 将来临终的时候 可以往上希望去的世界 我们这个淫心重 淫业也很强 已经讲过智者大师教导我们怎么修 不净观 已经讲过了 我现在把文章里面的内容消 自身自已 他身亦然 如果你是修不净观的 你对你先修自己的身 心都是不净 然后再观其他的 其他一切都是身 心 不净 观他身 心 不净 不是说我们把某人 label他 就是你是不净 你是不好 不是这样 就是我们从现实来讲 我们凡夫我们这个身体跟我们的心 缺世是不净的 所爱的境界男女生等深深厌离 记者大师说 如果是你要往生西方主的世界发愿 你一定要厌离这个世界才可以 这个世界很美好 我很喜欢这个世界 我留恋这个世界 那么你很难往生西方主的世界 这个世界从现实来讲 就是一个痛苦的世界 但是这个痛苦的世界 我们不是等死等痛苦 我们从痛苦里面泄脱出来 活出快乐的人生 我们这个意愿是这样的 修学佛法 现身就可以活出快乐广泽 善缘 度脱一切众生快乐的人生 将来还要往生到西方主的世界 脱离六道轮弧的痛苦 若能如此观身不净者 淫欲烦恼渐渐减少 又坐思想等观 广如经说 又发愿 愿我永离三界砸食 臭慧龙雪不净 丹荒五欲男女等身 愿着净土发生生生 只会燕离行 燕离行我已经讲过 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修不净观 我们观身体的不净 观济身不净 所以观他身 济身不净 我们有七种不净观 九想观就是九种观想 还有我们不但是身不净 还有性格的不净 性格不净 感情不净 情愿不净 这个我们已经探讨差不多半个小时了 差不多四十五分钟也不再讲了 刚才讲的就是修不净观 除了七种不净观 种子不净 受生不净 助出不净 实诞不净 初生不净 具体不净 旧境不净之外 还有九想观的 九想观就是观人死亡的时候 他的尸体丑恶的形象 九种观想 那么这个可以对肉体的情指比较容易断除 人对淫欲是很难断除的 淫欲强的人烦恼越多 如果是他的淫欲到那个地步是一种爱好 那么就非常危险的 因为平时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见到这个事情 因为爱情 因为恋情 因为亲情 因为很多发生非常多烦恼的也有 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亲情 不是这样 就是确实来讲 我们社会上因为爱 因为盲目的爱 因为欲念产生很多烦恼 家庭的烦恼 社会的烦恼 人与人之间的烦恼 所以我们修九想观 清淤想 龙难想 虫淡想 膨胀想 血徒想 坏难想 败坏想 烧想 骨想 这个就是我们修九想观 我们出家人都要修不敬观的 也要修七种不敬观 也要修九想观 如果是你不修不敬观 很难断除淫欲 因为你的淫欲是趋生带来的 你带来的淫欲是那么强 你的种子里面都是充满的这个东西 你一定有方法把它亚福 这个只是亚福而已 它还有生出来的 但起码你有亚福的心才可以修行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不再重复再讲了 刚才我们讲是十想观 我们到十想观里面 我们除了九想观还有十想观 那么可能十想观大家不知道 十想观是无常想 苦想 无我想 时不敬想 一切世间不可乐想 十想 生不敬想 断想 理想 敬想 这个是十想观 你除了修七种不敬观以外 再进你就修九想观 九想观再进一步你就修十想观 所以我们无论出家在家 起码最初的开始 你不要说我一修 我就修无常观、苦观 最好是先修不敬观 因为我们的贪心很强 修不敬观很好的 无常观大家都知道了 没有一件事是常的 常的意思是永远存在的 这个世间上没有一样东西 是永远存在的 物质不会永远存在的 不但是物质不可以永远存在 我们这个世界不外是物质跟精神 物质不可能常在 它不断地变的 那么思想呢 思想也是在变的 一百年前的思想可能我们现在不接受 一百年前这学家他们是讲的 科学家他们讲的 可能现在都把它推翻了 所以这人科学家他们已经讲过的东西 随着时代的演进也是慢慢的改 慢慢的变 没有一样是常的 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都是无常的 我们的身体长不长也是无常的 身体生老病死 这个身体最多一百年就没有了 但是有很多人说 我这一百年没有了 这个死 每个人都要死 我不要想这个死子 我告诉你 死亡他带给我们希望 因为我们知道死亡的苦 我们就要了脱生死 释迦牟尼佛两百六千年前就要脱离死 所以他要出家修行 找寻一个脱离生死苦海的方法 脱离六道人魂里面生死苦海的方法 他找到了 他把这个方法介绍给人类 介绍给我们 但是我们有研究它吗 我们有学它 没有 因为我们的业障重 通常都是要业障的人才学佛法的 业障重的人不会学习佛法的 所以无常想、苦想 大家都知道人生有罢苦 生苦、老苦、病苦、食苦 爱别离苦、求不得苦 无怨、至上苦等等 都有八种痛苦 还有天灾人祸的 外苦、泪苦、很多苦况 无我想、没有我 刚才不是讲吗 什么是无我 照见我们常常每天念读心经 照见五怨皆空 什么是五怨 五怨就是射受小行使 没有我 你找不到这个我 这个我是一个概念 这个极左的概念 没有一个真的我可以找到的 我们这个身体就是我 这个身体是物质 物质是变的 你这个身体一死了 你就没有这个身体 我在哪里 四大分离 矜持忘心 忘生 身在何处 当你的四大分离的时候 你死亡的时候 你的我在哪里 你的身心在哪里 你要探讨七将毛利福告诉我们的 怎么是修行的方法 解决了这个我的问题 因为我们有我就有烦恼 因为有我就有窒息心 因为有我就有你 有我理我的是非 永远都不是平等的 一如的真实的境界 实不尽想 我们看世界上哪有一样是尽的 你吃的东西是不是尽的呢 你吃下去的时候是香的 出来的是臭的 你想一想哪有一个东西是真的决定清净的呢 一切世间不可乐想 哪有一件事是快乐的 短暂的快乐可能有 但是通常很多时短暂的快乐 看你是什么乐可能带你无比的烦恼 你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你以为产生快乐吗 你马上就受到报应了 你吃肉 杀生 淫欲 贪嗔痴 慢迎恶见 都有因果报应的 你享受你所谓的快乐 贪嗔痴 慢迎恶见的种种的快乐 你以为我非常快乐吗 痛苦快来了 所以我们常常说 某一个国家有行贿的 他有贿赂的 他有很多钱 他赚了很多钱的时候 他一一万千千万 他以为很快乐吗 他有名 有利益 你以为他快乐吗 很危险 马上都抓到他了 一抓到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死亡 不但是影响自己 还影响所有的家人 所有的朋友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 什么是最危险 为观最危险 你以为有名有利吗 所以就一切期间 乐不可乐想 死想 身不敬想 断想 理想 敬想 洗想大家都知道 身不敬想都知道了 什么是断想呢 断想是断了间或 你修行的时候 你修行的时候 你把见或断了 什么是见或 边见 身见 斜见 见取见 戒进取见 都是把我的我去掉了 那个见或就是我 你断了你的我 出国 二国 断 断五历史 五历史是烦恼 五种烦恼 出国 二国都把它断除了 这是断想 你一定要把它断除的 理想 理想的进一步了 失货也断了 三国 四国 就到了欧罗汉 禁理想 断想 理想 有断想 有理想 有禁想 禁想就是彻底的断了 见货跟失货 见货有八十八十 失货有八十一品 这个都是天台宗里面的名词 你必须要对天台宗有所了解 你就知道什么是断想 理想 禁想 这个大家可以慢慢去找寻这个意思 今天我们就介绍你什么是思想观 所以也不做很详细的这样的解释 我们现在回到断的凡夫的 厌离行 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现在继续的讲什么是 厌离想以外还有心愿行 厌离行 对根深 对烦恼都产生个厌离的心 还有你厌离它是有不多不少的有点消极的 你心愿是积极的要去 你除了对这个世界产生一种厌离以外 你还要积极的要愿往生到西方这个世界去 就是你除了不做恶事 你还要积极的做善事 我没有做什么恶事 我没有耍害人家 不够 你还要帮助别人 除了消极的不做坏事 还有积极的做好事 这个才是修行必须要知道的 所以在《十一论》里面 后一半就是讲心愿行 就是你愿意很具体的做到你要做的事 那么分开两颗 先明求往生之义 为欲就把一切众生苦固 所以求生净土 这是第一 第二 观比净土庄严等事 心心愿求 这两个都很重要的 第一 什么是先明求往生之义 你要往生西方的世界 而且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往生西方的世界 很多人说我自立才可以立他 我先要自立 我要充实我自己 我才可以便利别人 但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 你要往生西方世界 你这前提就是要度众生 不是为自己的 不是我要往生西方的世界 离苦得乐 他这个意思是为救把一切众生苦 所以求生净土 不是为自立 先要立他 大家每年都拜梁王宝灿 对不对 谁没有拜过梁王宝灿的 拜过梁王宝灿的举手 梁王宝灿里面有一句话 先度众生然后成佛 他不会说先成佛然后度众生 我先自立了才立他 不是 你要立他 你要立他的心才是 那我说我是阿罗汉 我是罗汉 我是智利 罗汉也度人的 不过他的心量没有大 你在《华花经》里面怎么讲 《华花经》里面西加牟尼佛 是喝吃很多小成的罗汉 阿罗汉 你们要回小相大 不要老是说是制度 制力 你要利乐一切众生才行 如果是你只有你一个人在 算是一个最大的房子 其他都贫苦的 你的心快乐吗 你是最有钱的人 其他都是穷人受苦的 你住得开心吗 你一定不太 除非是你不理 我快乐就行了 我理你什么 那个就不是菩萨的精神了 菩萨永远都是度众生的 所以先明求度众生 我们继续讲了 二名心愿行者 佛有二种 那么你要希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 有两种 一者 先明求往生之义 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自利 你的心愿是利他 先利他 利他就是自利了 你利了一切众生 你自己也是众生 也是自利 如果说你一开始就是我先利他 才利大家 那个就是我 还是有一个我 明往生意解 所以求生净土 未欲就把一切众生苦固 直至思喘 抹尽无力 若在恶事烦恼尽强 自为业妇 伦逆三途 动经结束 如此轮转无始以来未曾休息 何时能得救苦众生 为此求生净土 亲近诸佛 若正无生人 方能于恶事中救苦众生 这个修行人 他一天到晚的修行 在他的心里面 他怎么想呢 我要修行强大我的力量 那么我就广度一些众生 但是我的力量不够 我怎么办呢 我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在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的教导之下 我就学所有的 把所有我应该学的都学好 然后我就回进 再回来娑婆世界 广度一些众生 这个就是观音菩萨的想法 这个就是地藏菩萨的想法 这个就是大师之菩萨 文殊菩萨的想法 一切大菩萨都是这样想的 都是广度众生的 不是说为自己 每一样都是为自己 你现在为人 你为人就是为自己 伟大的革命的劣势 他们是为国家的 不是为积极的 他去生的积极是为大众的 为人民的 很多很多这类的人 这类的是大菩萨 他虽然不是说 我是信佛 他没有讲 他是信佛 他的心仪就是菩萨的精神 多得很 我们清朝末年的时候 多少伟大的劣势 他们就是菩萨 是为自己的 不是为自己的 是为大众的 他们为什么要往上释放这个世界呢 他要学习 怎么是救人 怎么是广度众生 就好像观音菩萨 文殊实力的菩萨 大师之菩萨一样 他要证无生人 什么是无生人 好 我们看看 无生法人简单来讲 《六十华严经传二十五十地品》里面讲 《十地菩萨三叶清净秀无相行》的无生法人 那个意思就是无生法人有很多经典 都有不同的定义 但是大概从《华严经》里面讲 到了十地的菩萨 就能得到无生法人 十地的菩萨是远行地 是一个观喀 它从第一地 菩萨修行有十地 从欢喜地到了法云地 一地一地的修 它的意思是 一点一点的进步 到了七地的时候 到了七地的时候是一个观喀 那个时候到七地以前 还是有一个修行的方法 还是有相有共用行 如果是研究为始的 你就跟我讲什么话 有相有共用行 就是你还有一个所缘境 你还是有个方法去修行 到了七地再高了 八地无相无共用行 它是自然修的 不需要所缘境 自自然然的修行 到八地了 观喻菩萨就是八地的菩萨 它示现给我们 从初地到八地的菩萨 如果是七地的菩萨 你不动 你不会退转 那个就是无生法人 忍如波罗密可分为游顺人 无生人恶者 菩萨修行游顺人 至于鼎会之后 进入无生法人 进入无生法人以后 菩萨就不再退转了 到了此地 此地就不退转了 永远不退都繁复了 永远不会退到六道轮回了 他不断的修行 不断的进步 直到他成法云地 从法云地里面等觉 等觉的妙觉 金刚道 金刚道就是无间道 无间道成佛了 那个是不是成佛了 但是很多菩萨 他不入涅盆 不成佛的 他还是要回来度众生的 也有菩萨发愿 永远都不会为自己的安乐 永远在涅盆的快乐里面 他要回去度众生 他没有忘记众生的痛苦 其中一个很伟大的菩萨是谁呢 就是地藏菩萨 它说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所有人成佛 他才成佛 如果是有一个众生受苦 他都不成佛 他愿意到地狱里面度众生 你可以吗 到地狱里面度众生 地藏菩萨就是专到最贫苦的地方 最苦的地方度众生 我们以国家来讲 你可以到最贫穷的地方去支教吗 有很多人 他发心的 他喜欢到最贫穷的地方去支教 他是师范大学毕业的 他有好几个年轻人都说 我们愿到最贫穷的地方去教他们的小孩 他们富有的也有 这个也是一个伟大的菩萨行 也有接力的人 母国界医生也是对贫穷的地方 继续讲无声发忍 无声发忍是菩萨对诸法比尽空的体认 菩萨修行直到其地的时候 得到无声发忍 就是这样的